影响全球经济跟货币政策 最主要的三大国家 美国 日本跟中国 在今年的下半年 可能都会有一个滔天俱变 我们可能要赶快请主任 来帮我们看一下 那大家第一个 先来看一下美国的白宫 这个主任是不是真的要换人座 虽然美国的选举是在11月 但现在大家就已经要预做准备了 因为你不能等到美国 确定陈埃落定谁出来 然后你再做准备 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 拜登跟川普他们的政策有何不同 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些 他们目前说出来他们的资料 这上面是他们不同的政策 红颜色的是川普的政策 蓝颜色是拜登的政策 越往右边实施的可能性越高 越往上面影响越大 大家就知道右上角是最可怕的 我们先看到 大家一定会注意 上面这两个红色是什么呢 第一个 川普说他一向任就要把电动车 电动装的补贴给废掉 你也知道我们台湾现在好多电机类股 最近都是在做美国的生意 主要变压器的生意 如果他一上任就要把你这个给废掉的话 虽然明年度的预算 可能现在政府已经编好了 但是他上任以后 左一个行政命令 右一个行政命令 那对于这些公司的业绩 跟未来的营运发展会受到影响 第二个 他一上任就要把中国大陆的关税 调高到60% 这两个实施可能性都是一半以上 基本上一半以上 所以对于台湾的积电类股 对于中国大陆那边经营的台商来说 不会是一件好事 这是第一个 川普一上任要做的事 第二个 我们把他的政策做个量量比较 拜登呢 他是希望能够增税 但是川普要减税 这两个可能性都低 因为你要增税要减税 是个大政策 通常国会要同意 他们的国会都是一人一 一党一个 所以要过这个政策可能性不高 但是我们这边高资产客户 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拜登如果继续连任的话 他之前四年他已经忍很久了 他就没钱 这个时候他对高资产客户 下刀 征税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考虑 把一些部分的资金转回来台湾 对 因为他们那边要磕税 前两年你们钱为什么要搬出去 因为觉得台湾不太安全 把钱搬到美国去 现在台湾看起来目前 跟大陆的关系 没有资钱那么僵了 反而是美国那边要整理的征税 所以可以考虑 把一些资金转移到台湾来布局 这是第一个 两个税收政策不一样 第二个是他们对于移民的政策也不一样 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 美国总统跟德州州长 两个就一直在为了移民 告上最高的法院 川普是不让移民进来的 但是拜登要保护移民 那这两个也不一样 第三个 唯一他们两个相同的是乌克兰政策 川普说我不要支持乌克兰 拜登也不想再支持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最近好可怜 去年大反攻 他们要跟美国要坦克 美国一直没给他坦克 要F16美国拿快要报废的F16给他 所以美国就说你赶快去打 但是后面赢弹 对对对 我说我要枪 怎么拿出来一把小刀 拿一把小刀对到人家 根本打不起来 所以乌克兰打这场仗 其实打得很辛苦 那现在美国又不支持你了 所以乌克兰可能要 牺牲部分的领土去换取和平 这个是大家目前看到的可能的结果 另外还有呢 我们看到最后是 川普可能会对这些北约的盟友告诉他 你们要租钱 不然我要退出北约 所以一不支持乌克兰二要退出北约 所以对于国际政经侵蚀来说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总结来说 他们在能源政策上 在移民政策上 但对中国大陆的政策上 是很不一样的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相关的投资的标的 第二个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这次两会 大家也都知道他最近经济不好 但他两会里面 还是没有提到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对他来说 他已经花了好几年 去布这个局 而且房地产如果再炒下去 其实真的就不太好 所以你看到这一次提出的政策 没有去救房地产的政策 反而是找到一些新的思路 也就是说第一个 第一个他要 央行要降准 然后要多财政刺激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像以前的日本 或者是像台湾经济不好的时候 也都用这一招 所以政府要多借点钱 发一些超长期公债 另外他们的央行 还有7%的存款准备率 他们只要把存款准备率降了 银行就可以把资金活水给放出来 这个对大陆的股汇是有利 另外一个是大陆现在要增加他的投资 所以他的投资有很多是太旧换新 他这次也特别提到了 在家电跟汽车这两样 他要鼓励移民众要去太旧换新 另外一个他要鼓励企业 要去升级改造他的设备 这两样对于什么产业很有帮助 钢铁 为什么 钢铁我们知道钢铁的用量 钢铁的使用主要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拿去盖房子 像钢筋 这我们都拿去盖房子 另外一种钢铁是拿来做产业用钢 比如说汽车钢板 电冰箱的钢板 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鼓励的都是产业用钢 那对于最近低迷的钢价 像我们台湾有些钢铁的公司 他们最近很辛苦 因为中国大陆的钢价一直很低 所以中国大陆开始鼓励大家 换车子 换家电 换设备 这个对于钢价的提升很有帮助 最后一个是 中国大陆现在也希望鼓励外资 所以你看到这次 接见那些外国企业的大老板 不是李强 这次是习近平亲自接待 希望能够吸引外资 而且他们以前 他们有很多关关卡卡限制 现在给他拿掉 不过这一次 这个美国的财长叶伦来到中国 也特别谈到说 中国的产能过剩 是冲击全球经济主要的原因 您的看法 他在石化钢铁 还有一些传统的产品上面 确实产能过剩 因为过去这几年因为有疫情 没想到做太多 那时候政府还鼓励 我们大家继续开工 我们大家就没事就一直生 一直生 就后来才发现 生产的太多了 所以要消化它 这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 它的房地产也才能过剩 钢铁石化也才能过剩 这个都要花一段时间 才能消化 所以他现在一方面要去 把冰箱的年菜给吃完 一方面还要搞一点新的菜来 这个就非常难做 这是中国大陆 所以刚刚是美国 我们要关心的是 新总统的政策 中国大陆是两会新的方向 第三个我们来看日本 日本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 自民党要变天 大家想自民党变天 大家知道日本过去60年 自民党执政55年 他们只有在1993年 跟2009年失去过两次政权 而且都只有两年 他又回来了 第一个我们看到 自民党的支持率 最近一直在创新低 目前大概是20%不到 然后呢 他们无党籍的支持率 创了新高 35% 然后还好是 他们有组织的那个小党 都没有一个比他大 所以这一次跟2009年 他们失去政权最大不一样是 当时他们的反对党 第一大反对党支持率高达四成 所以把自民党给打败了 那这一次没有这么强的反对党 但自民党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从他过去两次 失去政权来看 1993年这次失去政权 是因为自民党内乱 他们内部很多议员脱党 脱党参选 还加入了敌营 所以最后呢 把自民党给打掉以后 他们成立一个八党联合政府 八 不是 那个八个党还没有自民党 然后也没有共产党 他们就排掉这两个党 然后自己八个小党去组了 然后找了一个戏川护西 来当首相 然后第二次在2009年 这个时候呢 因为反对党很强 所以反对党有一党独大 再加一两个 就组成了反对联合政府 这一次的情况 非常类似1993年 因为1993年那次 也是没有一个有利的反对党 但是呢那些小党 大家联合起来 蚂蚁熊兵 就把自民党给扳倒了 台湾这次在年初的选举 大家都知道 在野党整合并没有成功 所以执政党顺利连任 现在看起来 自民党也要面临 那个在野党的挑战 在野党目前还没有看出来 好像有那个整合的迹象 但是我们上次的节目 也特别提到了 他们自民党内部 有很多的派系 安倍派 二阶派 岸田派 内部的议员 现在都要解散派系 一解散派系以后 人心浮动 很有可能就会加入敌营 或加入反对的阵营 所以万一要是 自民党变天的话 大家要特别注意 一 如果一旦 日本的政坛变天的话 很有可能 它跟台湾的关系 就不会这么密切了 因为他们的反对党 跟大陆的关系 是比较友善的 跟美国的关系 没那么近 这是第一 第二 即使自民党连任 他的议员席次也会少很多 那对于日本要再推出 更多的强力刺激政策 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可以从岸田 在台积电的开幕那一天 其实岸田是没有去的 岸田是用电视视讯的方式 然后恭喜大家 为什么他不去 因为他如果亲自到场的话 那可能会刺激中国大陆 所以他找了个清明节 人家去扫墓 他跑来去看台积电 我也觉得连的时间很奇怪 不过岸田现在看起来 也在选举之前 不要刺激中国大陆 美国也是一样 所以目前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刚刚讲的三件事 美国的大选 中国的两会 日本的证据 这三件事影响今年 这三个大国经济 最重要的走势 好 所以这个非常清楚 主任也藉由美国 中国跟日本 在今年也许从现在 到一直到年底之前 都可能发生的政坛变局 跟经济的联动 来做一些密切的解读 那美国的部分 当然就是关心川普 如果真的再度的入主白宫 他有可能会做的几项政策 包括是移民 或者是退出北约 不支持乌克兰 甚至包括了在整个跟中国之间 要加征关税的部分 大家可能要回去复习一下 四年前他是怎么样对付中国的 那我们是不是在整个暗表操课的部分 大家要知道如何提前的来进行应对 那第二个就是日本 如果日本在这里面临三度变天的压力 那对于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还有台湾之间的关系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拉扯 那中国呢 中国虽然没有选举 但是两会这一次推出来的一些资金政策 怎么样跟市场上资金再度的释出 或者是说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向 的确也是我们在产业当中 要特别面临的焦点 那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就把焦点再拉回台湾 那知道了国际的情势之后 台湾呢 今年下半年要如何自处 我们稍后追踪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